天氣越來越熱 在新地最近就有兩名 寡相 儘管頭上去寡相 沿到山分分去 很多人為了要放置這一頭拍 就會把整身庫保安安 一張三張穿 還只是掛秋籠穿外套 醫生還要聽說 算的採集就要特別注意 在頭車爬爬爬 寡相另外為了拼牙爬 也是一樣騎奧車 四處去送寡相 身庫上的裝備 當然一定要穿好洗 然後都會帶水 霜水 你們平常除了袖套以外 防曬之外有沒有特別在做 然後有些人會穿那個涼感的外套 或是涼感的布置 像是便宜是涼感的 身體最近就有多三人玩 因為氣溫太過頭燒熱就了算 他希望提醒除了一兩千 可以通過三戶在一起以外 補充水分是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水分有在補充 可是有時候真的熱過頭了 那你的這個身體的熱散不出去 那你自己的體溫又調節不好 他的核心溫度會上升 如果喝水還不夠 那我們要加上一些運動飲料 那如果說你擔心血糖控制不好 因為你的運動飲料還是有含糖分 可能就對對半 我都常建議說你再加一半的水 讓運動飲料稍微淡一些 醫生也拿刺 如果是整身冬的時候 皮膚點面的不健康 會打開白冬 千萬不能涼麵入去五頂期的地方 因為身體 平常熱變冬 這樣有可能會引起熱斑金 也許熱水月 以及到山 加重對身體上海 記者就跟我們合心得報道